这是1925年姚仲凯留下的最后一张遗容 此时的她已经没有了生命的体征 她的妻子和儿女守护在床头 眼神中充满了哀伤 原来就在几个小时以前 她参加会议的路上 遭到一名凶手的埋伏 凶手在暗处突然用左手枪向她射击 一连四枪皆击中咬害 虽然她被一旁的卫士迅速扛上汽车 送往医院就职 然而中途她的气息就已断绝 一代英豪就此陨落